那么关于这个程序呢 首先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cd到这个vlo下面去 然后呢scrappy start project 对不对 然后呢加上这个项目名 项目名呢比如说我们叫阳光 难道我发音发错了吗 不是叫阳光吗 然后scrappy进spider 然后呢我们创建一个扒虫 这个扒虫叫yg 然后呢阳光这come 对吧 但是不是 对吧 是这样一个域名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来 大家听过这个笑话吗 沙滩之子 翻成英文是什么呀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创建好了这样一个 项目爬股了对不对 那我们的编辑器里面就这个样子 去哪儿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这样就要完善我们这样一个扒虫呢对不对 我们的扒虫呢 Styla U2地址我们知道数据呢都是在这个U2地址里面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的Styla U2地址 那么它对的响应是不是叫Pars凯路里面出来呀 所以在Pars凯路里面首先第一个也是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分组对不对 那分组该怎么分呢 刚刚我们也大致地分析了一下 数据呢都是在TR里面的对不对 每个TR都是一条数据 那么TR在哪呢 它是在这个DIV class里面它下面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定一个TR list 对不对 Response 叫XPass 对不对 --DIV 然后呢 R的Class 对于GR UiFrame 在它下面的哪个地方呢 它下面是不是有个Table呀 它下面是个Table对不对 这个Table下面呢我们看到是个TBody Table下面也是有对TR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什么呢 选择第二个Table 对不对 是不是Table2 那就是写Table2 Table2下面什么呢 Table里我们都不用写 因为想里面是没有它的对不对 就是TR下的TD下面的Table下面的TR对不对 所以就是TR下面的TD下面的Table下面的TR 这是我们TRList的呀 然后forTR in TRList 便利一下它 便利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定义好一个Item 这个定义什么呢 哪些次段我们需要来爬取 那比如说我们要爬一下这个标题 对吧 标题我们叫做Title 我们叫做Title 那对呢 还要爬什么呢 还要爬HERF 对吧 还要爬比如说这个发帖时间 就LastUpdate 就UpdateTime pub date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详情页里面的这样一个文本以及图片 我们要抓这些内容 那么图片呢 我们叫它ContentImage 那么文本呢 我们就叫它Content 那么这里抓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用了 对不对 用的时候呢首先也得导入对吧 那也是一样的 从阳光 阳光.items import 这个阳光item对不对 导入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能用它 首先呢也是实力化也有它 item就等于它 对不对 打块就可以实力化了 那么item的我们的Title里面 先下内容了 等于什么呢 等于72.xpass对吧 它在哪个位置呢 它是不是在TR下面的这个TD2下面 看见没 是不是TD2下面 TD1是编画对不对 TD2下面有个A标签 A标签呢 是这个A标签 并不是这个A标签 有两个A标签对吧 这个A标签 是不是可以写A2 也可以写什么 class对于news14 就是说 ci7 l1 对吧 然后当天内下的 我们的TD2下面的什么呢 A标签 adclass等于什么呢 news14 是不是这样一个class呀 news14 它下面有什么呢 是不是有个文本呀 可以看到吗 是不是有文本呀 这个文本和title是不是一样的呀 所以我们直接add title是不是也可以取到的内容呀 就在这里的add title 然后叫extract first 大家听的时候呢 就先 可以听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字太小的话 对吧 这个字好像放不大 放不大 可以放在这的 这里放不大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可以获取一下这个UR地址 那么刚刚是获取到什么呀 获取到这个文本的 对不对 然后再获取一下地址 heerf等于tr.xbus 内容是不是和前面这个地方内容另一模一样的呀 唯一的是什么 把这个heerf title改成什么样 heerf 对不对 那写heerf的时候呢 就需要注意到 URG是不是完整的 对不对 是不是完整的呀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补充完整 对吧 我们还要获取什么呢 还要获取这个更新日期 是不是在最后一个td里面呀 那最后td呢 它也有个class 叫他 对不对 当然我们可以tdnas 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的item 就是publish state tr.xbus 就是当天接一下td 然后nast 它的文本对不对 就是这个日期对吧 extract first 对吧 然后呢这个地方相当于我们拿了一半数据了 拿了一半数据之后呢 那我们到了详信里面去 怎么去呀 是不是得勾到请求呀 yield scrapy -request 对不对 把URG放进来 URG是不是就是它呀 这是不就是详信的URG 我们还在指定一个callback 表示这个URG 对详信叫谁处理 对不对 能叫个parse处理吗 详信也肯定不能叫个parse处理 因为parse呢 处理的是列表页 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定一个方法 比如说叫做parse detail 对不对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一个response 就是处理详情也对吧 在这个地方我们先parse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self点 parse detail 当然不能打call 打call就掉了 对不对 这地方还需要注意一点什么呢 前面我们是不是拿到一部分数据了呀 但是不完整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份数据传到后面去呀 我们需要在这里 tag meta 对不对 meta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字典 所以我们可以填一个键叫item 然后把我们想要传过这个item的放到后面去 当然这个键呢 它只是一个键 我们随便定义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定义item 那后面取得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地方 使用response.meta 群里面的这个item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取到之后呢 是不是取到这个item呀 就这个地方item哈 这个item拿到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往其中添加内容呢呀 首先我们要添加 比如说要添加这个图片 对不对 图片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呀 然后呢 我们使用检查工具 看一下图片呢 它好像在这个地方 在这样一个img下面 对不对 那文本呢在哪呢 文本呢 你在什么选择工具 选择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呀 这个位置呢 是在continent text下面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本呢 它应该是有两个内容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文本这个地方 应该是用extract 还是extract first 是不是extract呀 因为下一个内容呢 也是我们想要拿的 对不对 这是包含图片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这个 它不包含图片 那不包含图片的情况下 这个内容 又是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 选择工具选择一下 例如呢 直接是在这个div class 对于ce text 14-2下面 哎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 不包含图片的时候 在这个下面 包含图片的时候呢 它是在这个下面 对吧 但是大家 定睛一看 应该能发现 这个内容呢 其实也是在ce text12下面 对不对 只不过它还在包含它下面的 这个div下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获取 我们本该怎么获取啊 怎么获取啊 怎么获取 是不是直接取 它就可以了呀 取它之后再怎么办呢 是不是杠杠text 是可以取到这些内容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不用管 它到底是在它下面 还是在它下面 反正都是可以取到的 对不对 那只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些nbsp需要 我们做些偶尔的处理 对吧 那到处呢 我们就处理一下就完事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div 然后那r的class 等于 它 对吧 就这样的ce 然后它下面的杠杠text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不是必须得 使用extract 因为它有多个内容 对不对 那么item呢 我们再听下一个叫什么呢 就是这样一个content image content image在哪呢 是不是也是在它下面 一个image下面呀 只不过当前这个地方 是个杠杠image 对不对 明白吗 content img 等于response 叫xbus 它下面的杠杠img 对不对 然后add src 是不是这样可以拿到呀 叫extract first 当然这个图片有可能有多张 所以我们还是写个extract算了 对吧 就把它放到个地方转去 但在这里大家还注意到什么呢 图片是不是不完整呀 小什么内容呀 是不是uploads前面一段内容呀 uploads前面一段内容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它域名那块内容呀 不包含这个斜线对不对 是不是这块内容呀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加上去 content img 怎么加呀 是不是nibu特导师呀 调写个t哈 后面这个地方是不是nibu特导师呀 加i for i in 是不是in它呀 这个时候呢 每个i是不是可以加上前面一段内容呀 是不包含这样一个横线的对不对 所以不要它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把第二个税全部拿到了呀 拿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print一下这个item 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现在执行程序 scrappy crawl 加上我们的yg 同样大家可以发现在这里面呢 我们最好是干什么呢 最好是把我们的useragent给加上 对不对 然后呢把我们的nibu特导师这一坨那种呢 给取消掉 那种不好看 我们不想看 他现在请求这个低等了 请求成功了 对不对 那请求成功之后呢 为什么这么慢呢 难道我们这个地方插入写错了吗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干可能的 也有可能现在正在发动这个请求 对吧 也是有可能的 好现在数据提出来了 对不对 那提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据 首先content是不是有的呀 可能image这个没有可以理解 因为有的详情页本来就是没有图片 对吧 published date 还有title是不是都有的呀 只不过这个content呢 也是需要进行偶外的处理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呢 有没有 这个地方content里面记是不是有的呀 这个图片就是有的 对不对 说明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那只不过这个content呢 现在还需要做一些偶外的处理 那这个处理呢 我们放到pipeline里面去做 那现在只是当前我们只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只拿到一个页面的内容呀 我们是不是还要拿下页的内容呀 这个地方就要翻页了 对不对 翻页 那就算是要翻页 首先我们得找到nex的URL地址 对不对 那nex的URL地址怎么找呢 我来看一下 下一个URL地址在哪个位置 是不是在这个符号堆的位置下面呀 那这个符号在哪呢 看一下 它是不是没有什么堆你的class或者ID 那这个URL地址怎么定位呀 怎么定位 前面讲过的 是不是可以通过文本来定位呀 根据尖块的可以定位到这个A标签对不对 那么最后一页有这个尖块号吗 我们不确定 那么顶到最后一页看一下 点它是不是就到最后一页去了呀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页 很明显没有尖块对不对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使用尖块来对它进行定位 那这个地方就是response -xbus-a 然后呢 就是text对不对 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这样一个签括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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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是双引号 有签括号 然后呢它下面的atherf 对不对 叫extract first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如果说if next url is not none 它不为nance的时候 说明什么呀 是不是说明它有下一页呀 什么时候它才会为nance呀 是不是提不到数据的时候就为nance呀 那什么时候提不到数据呢 是不是最后一页的时候提不到数据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是否为nance 判断出来 是否有下一页 如果它不为nance的话呢 我们应该干什么呀 构造下一页的请求了 对不对 scrap it 大写的request 然后呢 这里也是一样 得把URL地址传进去 URL地址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nance的URL啊 那call bug是什么呀 call bug是什么呀 下的URL这个响应这个谁处理啊 是不是pass还是处理啊 是不是self的pass对不对 这地方还需要写什么call bug吗 还需要写什么meta吗 不用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 全新的下一页 所以不需要写这个meta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写完之后 翻译也写完了 那么顺便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useragent 把它给加上 那useragent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随便找一个 放这里来 放这里来之后呢 我们前面也非常清楚 我们这个数据呢 在我们items content的这个地方呢 有些问题 对不对 所以在pimeline里面呢 我们需要再做一些处理 那么我们把pimeline也完善一下 pimeline我们需要在这先开启 所以才会过去 对不对 那对呢 我们e要的一下数据是不是就过去了呀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不再print了 而使用e要的item 要的之后呢 我们在pimeline里面去处理一下这个content的内容 那么content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定一个方法 定什么方法呢 叫process content 那么对呢 就传一个content进去 那到时候呢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来 专门处理content content这个列表 对不对 是不是content这个列表呀 所以对其中的每个i呢 我们都需要处理 for i in content 对不对 那么i大家可以看见 里面是不是包含有空白字符 还有-sa0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替换成空字符串 所以叫impro re 对不对 是不是re i点sub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sub 前面真得 后面替换成空字符串 然后后面是个i 对比个i是不是都要进行这样的处理呀 那这里是要把-sa0 还有什么呢 还有-s 替换成空白字符 对不对 为什么-s也要替换成 比如说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空白字符呀 随便把它替换成空字符串啊 那错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内容 替换成空字符串之后是什么呀 整个这一条数据是什么呀 这个数据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空字符串啊 这明明是个列表 就算列表里面还有空字符串 这是不是也不用想象的呀 那说明什么呢 我们还要把里面的空字符串把它去掉 是不是 当时这个列表里面包含上有多少数据 可能有多少数据 就是空字符串 所以我们要把空字符串去掉 对不对 那就是content 怎么做呀 i for i in content 意思是什么呢 non i 代理 代理的时候我们这个i才要 否则这个i不要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听到有同学在说strip呢 strip是干什么呀 strip是去除空字符串两边的空白字符对不对 但是现在已经是空字符串了 我的意思是它变成空字符串之后 是不是有什么可能呀 比如这条数据 把里面的-s-a0和空白字符 贴完了空字符串之后 这一条数据 是不是就变成空字符串了呀 strip能把它去掉吗 这不可以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是把当前这个列表里面的空字符串去掉 那就是它的长度 比您小了我们就不要了 或者等于能就不要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使用列表特小事 重新做一遍这个事情 选择其中长的大约呢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一下这是干什么呢 去除列表中的空字符串 因为前面做了处理之后呢 就有可能会有空字符串存在 然后做了这个处理之后呢 我们准备认识一下content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item的content 就需要经过这样一个处理 对不对 等于什么呢 sell process content 对不对 然后把item的content 是不是传进去就好了呀 传进去就好了呀 传进去之后是不是经过处理了呀 传进去之后是不是经过处理了呀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我们的item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添加一下nodelevel 等于什么呢 Warning 是不是可以呀 好压程序看一下结果 看一下这个内容 现在是不是没有问题的呀 然后这个content内容呢 现在非常干净的 对不对 现在非常干净 对吧 没有什么干嘛 自any的那些那些这包大的东西 然后呢 这是图片地址 就是hud 这是日期 对吧标题 所以我们把它暂停到 再下来之后呢 当然我们也是一样的 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把它保存在我们mongoDB里面去 对不对 那只不过在保存的时候 需要怎么做呀 是不是需要把它先转换一个字典才能保存呀 因为刚刚呢我们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item这样的对象 一个baseitem这样的内型 我们要处理之前呢 要保存之前呢 还要dict做一些常用内型转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回头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 我们这个程序和之前的区别在哪呢 区别在于我们请求的详情页 实际上翻页对不对 那请求详情页的时候呢 我们只额外勾在一个请求而已 对不对 详情页里面 它的详情页数据数据方式呢 肯定是和列表的数据方式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个方法 来处理详情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一部分数据呢 传递到这个详情页里面去 接着往对的item里面 加入内容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们通过meta 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帮助我们实现 数据这个item呢 在这个parse解析函数 以及parse detail的解析函数中间的传递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个字典 所以我们这样一个键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呢 把item放进去 然后呢 在这里接收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 大家还需要注意另外一点什么呢 我们scrappy 它里面有一个 推出器的衣服 黄和框架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 当我们在进行parse detail的时候呢 它进行这个forging循环 有可能是同时进行的 明白吗 比如说 我现在这里forging循环 做第一次forging循环的时候呢 它把数据提起到了 然后呢 够造成这样一个请求 然后这个请求呢 都用它交给这个处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它同时正在进行的什么呀 第二次forging循环 明白吗 所以这些内容呢 它们都是在同时处理的 这个解义函数和这个解义函数的 可能都是在重新重新处理的 并不是一个先一个后的顺序 明白吗 那么我们写完了这样一个程序之后呢 这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呢 就是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爬取 我们之前写过的百度贴吧 我们要把百度贴吧呢 改成我们scrappy的写识 来写一遍 明白我们要干什么吧 还是之前的需求 把列表页详情页的 列表页的这个UR地址跟名字 爬详情页的图片的所有图片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思路我们都非常清楚 因为之前已经写过了 只是把它改成scrappy的样子 对不对 为了让大家对这个scrappy的 更加熟悉一点 对吧 我们做这样的练习 这是我们刚刚所给大家 讲的这样的程序 那个程序呢 应该目前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那么大家还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pass函数里面呢 用了这个EL的 那对呢 解释我们的引擎呢 肯定在不能地辨定它 对不对 先辨定的时候呢 获取到这个地方的内容 之后辨定呢 肯定在获取到这些部分内容 对不对 我们虽然说 里面呢 推出的一般的框架 但在这一段 比如在这一行 那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呢 他们肯定也是先后执行的 对不对 不会说是同时执行 只不过这个函数呢 和这个函数里面 某些内容的时候呢 可能它是同时在执行 对不对 那么韩说中间的肯定 它是先后执行的 对不对 这是这个地方